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修驗道的石鬼水 堅定的意志超級extra 可以看到我用的是純色打擊隊 基本上我看這個關卡暴力一點過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暴力一點 因為我們尾王 之前他有個就是 有兩關要過 變身前跟變身後 這個要不要除技就看各位 基本上我是覺得可以不用除技 這是我個人習慣 不是一定要這樣做 因為你到第 第六關 兩關轉住那個時候就可以除技了 十一十二關總共要爆發三次 所以我是建議用爆發的可能 比較安全一點 你可以看到我前面這兩隻一波爆發 牛魔王又一波 然後這個 匈奴又一波 所以基本上三波爆發是ok的 這個要移一下好了 就給他移魂一下 我開機沒有為什麼 有些時候你開機就是為了生一個通關時間而已 我CD5基本上儘管開是不太會有影響 好一直打不死 好再來關卡 12關好長度比較長 所以爆發後就省一點時間了 很延長度比較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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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很妙的是這個兩秒轉珠這邊我們居然是沒有竹竹齁很妙齁 喔還有一罐還有一罐 喔還有一罐就好 還是眉目嗎 我想說有沒有這麼誇張 先打這一隻喔二連擊還蠻痛的 好下一關兩秒轉珠所以這個盡量把 攻擊珠濾出來 中間這隻CD3啦我是覺得還算OK啦可以接受 好兩秒可以看到我轉珠速度是有點來不及的 我沒辦法平民轉珠 3到5combo而已這個對我來講難度是有點高的沒錯 那我決定這邊就直接爆發了 好因為我這CD8除機很快 至於這匈奴我是覺得可以不用開啦 好開地這樣大概只有7combo左右而已 好不過殺掉他綽綽有餘了啦 好在地球關也要小心喔 好這個是轉的 轉木喔那就先扁他好了 他喜歡轉木我們就讓他轉齁 新珠流多一點 喜歡轉我們先把他處理掉齁 齁連左邊也處理掉了 第九關會符石轉換 所以 這一關我建議是把技能除一下好了 應該是不會全部K掉吧 我不敢轉太高COMBO 因為怕把我處理的那隻狼人把他KO掉 停 不用那麼刺激嘛 不要 我要處理 還有兩回合 這時候我想把這個木珠稍微 六位給他吸 木珠稍微消一點點掉 跳起來 妙的是我們居然沒有那個 我們居然沒有新珠啊 這時候把新珠打爆一下 天降沒辦法 這次CDE 浮石轉換 這是新新轉 新轉水 是蠻棘手的一隻 我們預計就是屬於這個 風險太大了 一波再走 我怎麼發現要好幾波一波 我怎麼發現要好幾波一波 等我們都靠牛魔王在火就對了 等於這個這一關要儲計 這一關要儲計 兩秒轉錯 刷我就對了 兩秒先給他K掉 還不死 還不死 頭痛了我 靠這時候要一波帶走 喔 頭痛 為什麼要這樣弄我勒 因為我這邊開計劃下一關 78血量這個有點小小的危險 蛤 喔不是欸是80%欸哇靠 他是CD2是沒錯啊 只是我血量特多了 這個新珠要 留給自己 要留 新珠給自己一條後路 不然會GG在這邊 靠 少一個新珠 最好是兩組以上啦 不要保險啦 好兩組了 再來 這邊風險蠻大的 新珠現在有點不太夠了 齁 目前是屬於一個非常危險的狀態 這個我們開打擊也是死 所以基本上 就是開這個啦 不然我也沒別招啦 哎呀 我的絕招怎麼會這時候放咧 這肯定是一波帶走 因為這邊的傷害太大了 我們只能拖到下一關去了 喔 問題這一關是不能回頭的 沒有回頭路 沒有回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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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的時候稍微看一下自己的路徑啊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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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2是有一點點的緩衝時間 他血的那麼少 一下就GG了 好吧我可能誤會他血量很多了 那算是運氣好嗎 好我們先牛魔王一波 搭配這個主角 搭配這個主角 你有沒有用搭配主角會比較好 我們看一下40% 他這個中毒 我剛沒看錯 40% 18 660 乘0.4 加上這個是 5038 12000 12000 12502 水沒問題 還沒死 非常好 我們這個遺魂再來一下就好了 好 基本上打擊剛剛一波帶走應該是就可以了啦 只不過這個 我是習慣把牛魔王跟主角擺在一起放 好 為什麼牛魔王跟主角擺在一起放呢 好 因為他們兩個是同CD CD都是一樣CD吧 好 掉卡片 Very Good Very Good 這個第十二關這個變身前的血量好像沒有很多 我等一下再Double Check一下喔 以上是這個堅定的意志 我們要有堅定的意志就可以通關了 以上堅定的意志這個Extra的打法分享 給大家參考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